哺乳期减肥妙招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张建勤 陕西省第四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 很多妈妈以为哺乳就不能减肥 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哺乳是有利于减肥的 但是哺乳期的减肥需要良好的营养管理 不能因为想减肥而影响哺乳的效率和质量 从而影响了我们宝宝的健康成长 哺乳期减肥需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种无损健康的减肥妙招 第一,烹调要少放油 把煎炒的方式变成蒸煮的方式 因为煎炒的方式用的油多 这是导致我们哺乳期妈妈肥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炒菜用的油都是纯的脂肪 它们不需要咀嚼,消化率非常高 饱腹感又特别低 我们如果在菜肴中增加10克的烹调油 也就是一汤勺多一点点 在饱腹感的方面几乎没有明显的感觉 但是热量却足足的增加了90克 第二,是远离奶白色的浓汤 这个汤的浓浓的奶白色呢 它来自于乳化成微低的脂肪 所以呢,浓汤,尤其这个白白的浓汤里 它是富含脂肪的 那么第三呢,是要把部分的白米、白面呢 换成全麦粉和糙米等等 以及一些杂豆类 有研究显示呢,在我们的饮食当中 增加全骨类的摄取 对降低体重增加的风险 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第四点呢,把妈妈们 零食喜欢吃的甜食改成蔬菜 因为呢,甜食呢 往往不但含糖高,含油高 而蔬菜呢,它的脂肪含量很高 饱腹感又特别强 是非常不错的这个零食的选择 第五点呢,是要每天 在自己力能所及的范围之内呢 做适当的运动 适当的做家务 促进能量的代谢 这样呢,对哺乳期的减重 是非常有好处的